白色轎车来到路边 车上三个人下车 接着就出现了橘红色的火光 据大声响 民众以为发生了枪击案 警方获报前往 才发现搞乌龙 周边都是大楼住户 这一群人因为无聊 却放鞭炮当有趣 最后下场就是被警消 依法开罚 记者黄烧铭台北报道